好 那現在當然距離明天晚上的六點鐘 然後終日大戰的開打時間是一分一秒的一個逼近 雖然說還有二十四小時 但是我相信所有球迷心都懸在那 怎麼樣能夠贏球 大家說知道非贏不可 一場都不能輸才能夠前進到舊金山去 聊到了王建民 聊到了郭洪志 聊到打線 親和大哥 我們的打線我們現在最強的張建民 平均的打擊率是五成 這個左打 那麼包括到林哲宣都有三成以上 所以這在打擊的部分 我們現在平均打擊率也是高於日本 所以在這裡也應該也能夠有所表現才對吧 我先講一個反的 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日本 為什麼 因為日本他們這次徵招的七個是獨賣巨人的 就是這個球場 明天我們要看那個球場的選手 有七個 這七個的打者 明天至少會上來三個到四個 他們都是很黏 日本的打線在世界上出了名的黏 黏是什麼意思 你要深圳他 不是那麼容易 他跟球跟得很尾巴這樣子 而且日本人他那個視力 眼睛的視力又特別好 他跟球跟到非常的非常的 我們看那個林木一郎 林木一郎就是跟球跟到最後面 他揮棒又快 我們在看日本的選手很少有大胖子 表示他們身手的很敏捷 我們再回來講我們 可是這些會不會嚇到我們 放心 也不會 楊帶剛 林哲軒 彭正銘 林志勝 周董 現在還有一個小胖子林宏玉 現在他減肥成功了 稍微瘦點了 對 那還有呢 放心 這一些打者呢 我覺得我們現在連起來的九棒 剛好是三三三 放心 所以這個打線算是一個黃金打線 不是黃金打線棒 然後配合上我們來自於美國 從美國回來的 我們剛剛講到了王建民 還有郭洪志 還有本土很多的這麼棒的一個投手 我們相信明天的表現呢 全國一起繼續集氣 一定會有讓大家可以來期待的 結果出現 今天非常感謝四位來賓來到現場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大家